第三千三百八十九集 站路头角 例如昆仑山 中南山 最初都是隐秀门派 后来融入法术界这个大家庭 也都靠着过硬的实力 在法术界获得了 具足轻重的地位 当然 昆仑山后来作死 那是玉姬子这个领头羊的责任 后来随着法术工会成立 各大小门派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多 很多隐秀门派 也都世俗化了 这难以说是好事 这是大势所趋 尤其是近几十年 隐秀门派差不多都成了传说了 江湖上再也听不到 哪个隐秀门派的名字了 叶少阳记得当初跟青云子讨论过 有关隐秀门派的话题 青云子是见过几个隐秀门派的 一个叫做静幻官 传门《红楼梦》里 怂恿家宝玉干坏事的那个静幻仙子 就是静幻公的人 是人而不是仙 据说这个门牌的弟子都是女的 平均实力是天师 甚至不少都是地县 这可是几十年前 人间灵气复苏之前 那个时候的天师可是十分稀罕的 青云子当时也是十分偶然的情况下 救了一个静幻公的弟子 才听他说起过这些 之后那个姑娘就消失了 青云子也再也没听过 关于隐幻公的任何传闻 卧槽 我倒是想起了一件事 这么多年了 我才想明白 叶少阳拍着脑袋 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老郭以为他想起了什么关键的事 梳着耳朵听呢 结果叶少阳说道 我跟你说 师父跟那个静幻公的女弟子 一定要坚情 不对 有爱情 叫做爱情吧 反正肯定有过那么一段 老郭愣愣地看着他 脸皮愁了愁 我说小师弟 咱们这谈正事呢 这风华学约的事 换个时间再谈行吗 叶少阳很激动地握住他的手说 我是发现了师父的秘密 那个时候我才十岁出头 这师父跟我说起 那个女弟子的时候 表情那个落寞失忆 我当时不懂什么意思 现在我回想起来 那表情妥妥的就是相思啊 叶少阳好像发现了新大怒 跟个耳逼青年似的 乐呵的手舞足道 老郭皱皱眉头看着他 有些怀疑的说道 你要不是今天在破除 怎么今天在想明白那是相思啊 你想我压根把这事给忘了 你刚才提起隐秀门牌 我才猛然想起这个事来 哎呀 没想到师父还有这段经历 不是还有那个谁 张大娘还是李大娘来着吗 师父先逝的时候 老人家还给他上坟来着呢 不不不 这不一样啊 他当时把那个景桓公的女弟子 描绘得那么美好 发生就是当年被人给甩了 一直念念不忘 等下次见到师父 我一定好好问问他 老郭翻着白眼 看着叶少阳这二逼青年的样 哪有一点宗师的风范 更不要说是天下第一了 摆着手说 好好好 咱能不能先不聊这个了 继续说正事 叶少阳这一才收敛了情绪 认真地想了一下说 我怀疑 这两个家伙 可能是某个隐秀门派的弟子 被派出来 混到三青山 然后又投奔了建明禅士 为的是有一个正当的身份 能够行走江湖 为他们真正的门派 搜集情报 老郭也沉思了少许说道 既然是隐秀门派 为什么对法术协 这么感兴趣 目的是什么呢 那就不知道了 总之 假如我们推测的没错 那这一门派 一定不是一般的隐秀门派 叶少阳想了想说 那个坑货不是要调查语情吗 那我就来个反调查 把他们扇门找出来 看看到底是干什么的 隐秀门派 这个充满了奇幻传说的名词 叶少阳还记得 当年青云子给他出过分析 真正的隐秀门派 在华夏大地上 可能不超过五个 叶少阳陡然想了起来 当初自己对付无忌鬼王的 那最后一战 是由不少陌生法师来参加的 其中也不乏一些真正的强者 这也是叶少阳不久前 才从林三生的口中知道的 说是当时又有不少来历不明的强者 穿越到了清明界 混在了联军之中 一起对付失足大军 当时林三生等人注意到了他们 但是当时情况紧急 也顾不上去问他们 后来想要打听的时候 他们已经走了 从此再无阴心 现在向来 这些神秘的强者 大概就是隐秀门派的法师 当天晚上 叶少阳回到酒店 去把瓜瓜叫来 让他去谢雨晴家附近转摇 保护谢雨晴 如果看到有人头鬼脑的盯着他 就赶紧跟上去 他走到哪就跟到哪 对方可能伸手不翻 别跟得太紧 容易被发现 你尽力而为 瓜瓜一口答应下来 立刻就离开了 叶少阳突然想到了秋莹 他能够隐身 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这样的任务交给他 那是再合适不过了 还有梅花 包子 以及之前牺牲的那些铜板 十八年过去了 叶少阳对他们的怀念 却是一刻也没有减少过 第二天起床 叶少阳打算回到山里 去找小慧了 他给谢雨晴打了个电话 说是等回到这边来在这找他 谢雨晴有点不舍 但也支持他先去忙正事 从这里去那边山区 有很长一段路 靠走的话 估计得走到头发都白了 叶少阳想来想去 决定去租一辆车 很多年没开过车了 以前也没怎么开过 但想起去的时候 谢雨晴开车 一路上都没什么车 车机差点也没什么 于是手机上搜了一个租车行 打车过去了 租车行还挺正规的 有一个很漂亮的妹子在前台 热情服务 叶少阳总是觉得他很面熟 有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 但叶少阳确定自己没见过他 我们这有各种高档车 宾利 兰博吉尼 法拉利 马沙拉蒂 什么车都有 先生 您想做什么样的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